字幕君 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這件事突然說 適合你兩位大哥 蔡先生 特別適合 斗爺也可以的 是不是那些肉體騙案 不是 和打麻雀有關 斗爺很喜歡打麻雀的 我又覺得奇怪 你年輕一輩都對麻雀有一點興趣 他在英國當時只要 都是普練賭術的 麻雀是一樣的 所以八格樂 二一點 麻雀 天狗 啤牌 錯一點 難不了他 總之是賭字你找我 我以前在賭場打麻雀 英國賭場也有打麻雀 某些城市賭場也有打麻雀 我那裡有打的 又是抽水的嗎 不抽的 又不打 他給你一個地方打 那他賺什麼 他就是 你們來得打麻雀 都是賭錢的 我們以前 講開又講 我打麻雀 高中 十五六歲的時候 是同學教的 那時候也沒有怎樣打 高中 之後去到大學 大學的時候 因為大學那裡有一個賭場 那間賭場 大學有賭場 即是附近賭場 附近賭場 那賭場裡面 可以給你打牌 那又怎樣 我還記得 那時候好像給5磅 5磅就是按金 那你給下5磅 打完之後 給他那些麻雀 那他就給你5磅 那又怎樣 就在賭場裡面 隨便你找角落 不要阻礙人就行了 就開桌子 你自己移四個位 解 很棒 冷氣有食 然後喝不喝東西 你跳下去 有每次 有橙汁 有橙汁 咖啡等等 那蔡神說 那賭場吃糞 我們這些賭徒 最初 所以賭場真的厲害 他們知道你喜歡賭 你就進來打麻將 反正我們有位置 打打打打 那些輪盤這麼有趣 那些什麼 那些同學 那些怎樣玩 然後最初 戰戰兢兢 不敢埋桌 後面就幾十p 打一下機仔 通常當然是贏過幾次 就像玩陣陣式 那些 然後就開始 膽大了 就說 一身人當然要埋桌玩一下 基本上 之後去都不是打牌 一去就說快點 打完這個圈圈 去賭出去 就變成這樣 賭場就懂得做生意 他都知道那些華人喜歡賭 引你華人打牌 就去賭 有中國人的地方 就是有賭局 真的不是開玩笑 好了 講開這宗打麻將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一名持雙程證的內地人士 這名是個女子 當然沒有工作 因為她是持雙程證 應該理論上 雙程證 讓你來探親 或者旅遊 糟糕了 他玩兩手 倒兩手 進去麻雀館長長敗北 於是她想到你絕世好巧 七千 可能她看得到賭神 你這副液晶體眼鏡就是 我這副是2023年的 最新的 他不是液晶體眼鏡 他可能是技術問題 或者成本問題 他用什麼方法 先用原子筆 塗黑手指 那有什麼用 下刊嗎 對 她用來下刊 可能她在塗上面 摩牌不會弄到 可能塗自己的位置 當你這局打的時候 這隻發財紅中 不是了 先抹抹它 先抹下去 先抹下去 好了 然後打幾局 我剛才下刊 這隻一定是番子 東南西北中發白都中 可能他下兩點 真的給他贏了錢 贏了幾局 但他下刊在哪裡 他應該就下在背面 綠色的位置 全世界都看到 對 他又不是很多隻 他自己深水 可能他打算 紅中發財東 我亂說 那你也下很多隻 但是一隻 麻雀就四隻 你這樣下四個方向 東南西北都要下16隻 其實也對 我不是很熟悉麻雀 可能他看到 摸牌的時候 那幾棟 還有幾棟 就到番子 我的機會 經常大了 我猜 他可以看到對方叫什麼 你說得對 如果劉德華這套戲 以前是用法納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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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油性 是氣講 有 不過我想他們有專家 可能有 諾罕的時候 也是捉到牌 就是麻雀的位置 那些牌 捉到 動的時候 反光會看到他翻哪個位 然後就說什麼 不是 啤牌 麻雀又不是啤牌 啤牌 用法納諾罕 然後那個啤牌 不知道把它分開十六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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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說 大哥 倒也倒不少 還要看 畫牌都花麻 又或者什麼 新年財 有粒飯 那些 那些 他用這個方法 倒贏 綠狗水 當然 你不要當人傻 就像你們說的 咬你手指 明明虎麻雀牌 好乾淨 那麼多原子不肯 墨水 哪位大佬 綠色的 全部變黑色的 於是就被人發覺 一粥 就拉了他 看完片 那是誰先拘捕他 警察 警察拘捕 因為是報警 這是什麼案 這個就是欺騙 就是 在賭博中以欺詐手段 誤導的設計 或者虛假的方法 贏取金錢 那潘頓也要小心一點 對 你讀多一次國法 在賭博中以欺詐手段 誤導的設計 或者虛假做法 如果這條狀 我想判下去是什麼呢 假設 香港有老虎機 玩 合法的 如果你叫他 拉他 弄他 弄罵 那些 那就全都放進去 欺詐手法 又或者這樣說 如果他有老虎機玩 但這個老虎機設定了 是不會讓你贏的 突然間你贏了 不能贏 設計上 就告那邊 就是那個機有問題 對 這件事是法庭新聞 已經判了 才是膽敢說 被判囚兩個月 有換刑 三年 不用即時坐 不過我相信 都當不受歡迎 就馬上回去 不過說起 打麻雀 你們有沒有什麼 打麻雀的狗招 因為我其實有 狗 衰 當然 我們私底下玩的都是朋友 其實我有兩招都挺狗的 我的朋友經常說我狗 第一 還沒打之前 初打就沒事了 到最後 你也知道有人在叫 死了 我還有幾隻童子 你叫童子 我說很狗 我又怎樣 牌味道 聲線道 三童 看著你的反應 好衰 三童 不打 你當然說了要打 對不對 我經常都這樣 不過他們都習慣了 好衰 二童有沒有 二童 沒有 是不是二童 打吧 頂你 這個第一 就是 整天叫了 不過他們都習慣 第二 有時候 只是被人打斷手 第二 第二就是很壞習慣 上家都未打 你已經先摸定 不只是普通摸 你知道我這些混蛋 摸的時候 先摸 雖然你摸 我不是聰明 但其實最簡單 你摸就知道 是不是索紙 一摸就摸到索紙的東西 一摸 或者是白板 或者是很亂的 你知是慢紙 例如說 例如說 我是做童子 這樣就算了 上家都未打 我 摸定 其實下面正在摸 索紙 我老鳳都不要了 看看有沒有碰 相片 或者你會知道 這些就是 那些 怎麼說 不過外面被人斬手指 這些不好學 我們沒有 通常都是發脾氣 不過真的 打麻將 經常都說 你不熟悉的人 就不要和人一起打 很煩 熟悉也很壞 你熟悉 就算贏朋友錢 就算多 有些平時沒有東西 打牌就浪費 你都輸不起 發脾氣 可能發脾氣之後 沒有東西 但是 你受到牌 他差不多 四圈都開不了 八圈之後 打完都不開 黑了面 黑了面 又被自虎 然後扔牌起來 說不打 那你就三拳一 不要了 不收起錢 有些人是很大脾氣 打吵架收場 然後攪拌一下 就好像 你之後的四圈 不要吃 打出都不吃你了 自摸才吃 然後見他 這麼慘 送給你 會變成這樣 這樣就很不專業 最慘是 那些吃 最慘是吃都吃得不好意思 就是明知道他們 黑到什麼 他打出來 那你也要吃 最後一隻 沒有東西都不吃了 對不起 通哥 吃了 又出衝 吃了 贏了 贏了 是不是 要不贏那老婆 贏了那老婆 給他 很討厭 那你可以做些什麼 算了 算了 當我沒有說 收回 不吃了 進去大 例如說 四番要不要大 七番 打到十二番盡 你打出我 當你九番 九番有很多錢 九番 你這樣說 又死老婆 又死老婆 這樣 等我沒有 不吃 繼續摸 那你就沒有意思 很邪 打完 打完就走了 很邪 例如你有糊不吃 或者故意讓一讓人 那些運氣好像沒有了 轉頭又不知自己 你可以不輸 如果輸自摸 沒辦法 那我不打出 就不免相和氣 你打出我也不吃 看你黑了臉 然後就在那裡 嘔吶吶吶 好像什麼 遇天遇地 死老婆 然後拍牌 然後 這樣一張桌 其他 有些很沒趣 你一搖一張桌 然後離開 那你想怎樣 哈哈哈 很多經歷 多經歷 資理豐富 拍牌 做牌的時候 拍 又怎樣 還有一個很不好 然後他已經打得很不明 你一有人吃過他吃不到 然後 舉一把牌 舉一整條牌 可以抽一整條牌 那你還要打電腦牌 大佬 你打完一副 要把它推進洞裡洗 你一推 有些東西掉到地上 又亂了 那有個傻佬 又不熟性 按了一個按鈕 按了一個按鈕 然後他就收了牌 收了牌 有幾隻在地上 這樣就糟了 然後換了一副新牌 有些還沒拱下去 新的拱下去 就打了困籠 那兩副牌 不同式 都很混亂 然後另外 發脾氣那個 當然是入決數 另一個 就說 怎樣啊 你每次都是這樣 下次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打你大而已 一萬幾千而已 對不對 這麼難得罪 我特意飛回來了 對不對 吃你又不是不吃 每次你發脾氣 那麼多人都沒有改 然後就說其他 你呀 那時候 混亂我 那時候我進了公司 不是你我用走 撲你家 然後 那時候也不是打牌 然後就開始攻擊 打人 你老美 那時候 那時候我們內部有個麻雀王大賽 那時候 德哥叫他 我去他那裡 BBQ 德哥你必須每次都接告 他已經幾次了 對不對 大哥 我真的有13個給他自助 真的嗎 對 真的嗎 那時候德哥很盛大的 很盛大的 那些食客幾千 自己有參與 一召自己有 現在不搞 為什麼 被人拘捕了 不是 又不方便 他又忙 自己有 那時候 那時候 生日會 吹了氣球 還有人走 我們在那裡做 我們在打牌 自己在看 有些人在外面BBQ 整個CUP HOUSE 即德哥的豪宅哥 在打牌 我他他 好像不知道Candy媽 還是什麼 然後就不斷 穿著我 我都說澳門 豪江倒窩 然後就 有一批 叫他13腰 接著 基本上 吃的了 接著就 雞壺 折你 忘記了四番還是什麼 接著他吃了之後 我看我的牌 媽媽媽媽媽媽 你哥哥姐姐 你沒事吧 你不用打牌 四圈 他打得很小心 對 德哥基本上 穩固的東西 很穩固 叫做什麼 叫做什麼 麻雀過濾氣 柯尿格個渣 總之坐他下家永遠沒有好處 坐他哪家都沒有好處 他寧願氣牌都不給你吃 這麼大件事 我說你老闆的兒子 不用這麼小心 我有幸去年失戀 跟德哥打過 他剛剛才開始 沒多久 他已經氣定糊 不打 要不要這麼快 我還要開節目 做得 一萬 一萬 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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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吧 德哥 剛剛是錄影節目 玩而已 要不要這麼認真 以前的年代 去酒樓喝很多困惑 結婚擺酒 有些是找吃老千 走上來那邊 坐在那邊 假裝有份聘請的賓客 過來吧 三拳要吃 打幾瓶就走 又出事又行 不過 說這個 打牌 一定大家有試過小相公 或者大相公 但大家遇到這個情況 會怎樣做呢 蓋著 氣壺 不要吃不要緊 免得魚 豪光倒摸 有什麼可能是小相公 我在這裡 又分享我的狗 對於我來說 為什麼會小相公 你小相公是因為 要是你忘記摸 忘記摸 打牌出去 又或者可能你 忘記摸 打牌出去 就是小相公 好了 小相公的時候 你忘記拿 可能寶花 他沒有拿 忘記寶花 保留了 或者是種種原因 你大相公 有機會 你不小心摸多隻 或者你不小心補多隻 其實都是出自於 你拿多了 或者拿少了 如果我小相公的時候 我會怎樣呢 偷旁邊的褲 不是不是 有限時看那一篇 這樣就好 我老實說 小相公如果沒有人知道 我自己知道 當然不會說出來 有些人就會說 糟了小相公 我不會說的 我會偷偷地拿多隻 為什麼呢 其實你 你之所以小相公 是你拿少了 而你之所以大相公 是因為你拿多了 但是你拿多了 一隻的時候 或者拿少了一隻的時候 那些人不會說你的 你拿多了 你拿少了 不會的 為什麼我少了的時候 其實我不用說 我靜靜地拿多了 那些人當大相公 都是這樣做 然後就說 沒事了 大家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只有我自己知道 這樣就違反了 通過剛才的新聞所讀的 那條法例 再賭博喜歡欺詐手段 誤導的設計 或者虛假動法 贏取金錢 反過來 假設如果你正在大相公 那你就下次借一些意 例如說 不摸 你把他放在春袋裡 扔掉 又或者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 人們不會看著你摸牌 你就直接打 我真的試過 有時候 可能上街打完 我連牌都摸 直接打 那就是不為意 又或者 傻仔小相公 我正在大相公 你不知道 打完出來 沒事 剛剛好 各位留意 原來阿斗爺是這麼誇張的 外面如果有些朋友打 我聽到他們說 如果最尾寶花 是你最尾那個 順序的位置 是忘記的 你拿回 不然就沒有 中間被人拿到 你現在才來 沒有份 當然在外面打 當然是很均真 這狗東西 是跟朋友做 才會這樣玩 外面就不會 之前跟子狗打 不會那麼狗 但跟朋友熟 沒有所謂 跟女生打 好像是這樣 之後已經摸笆 整個牌 摸掉上一張 然後又起也有 哈哈 raft 接著 increment 有些… 得有少了兩隻 你越打越少 我幫不了 你不要換 只有兩隻 神仙都給不了你 出去什麼 calculus 有一伙更多精彩的節目 我們等下大家 arak pound 入門重溫 聲音客βα 年費一千元,請即訂購支持